原标题,专家评那扎尔巴耶夫辞职,中哈关系会保持平稳发展那扎尔巴耶夫。 资料图《环球时报》《环球网报》的记者范林芷,据哈通社19日报道,哈罕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的那扎尔巴耶夫,当地时间19日晚7时,通过电视媒体,向全国发表了重要讲话。 那扎尔巴耶夫在讲话中宣布,决定提前结束其总统权利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索所长丁晓星,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,那扎尔巴耶夫是一位拥有智慧,大视野,大气度的领导人,他辞职后,中哈关系仍然会保持平稳发展。 去哈通社消息,那扎尔巴耶夫表示,根据哈罕克斯坦共和国界法规定,参议院议会上约议长哈斯穆哲玛尔特托卡耶夫,将临时代理总统职务,直到选出新总统为止。 那扎尔巴耶夫还表示,将继续留任哈罕克斯坦安全委员会主席一职。 但在哈通社的报道中,再没提到那扎尔巴耶夫辞职的具体原因。 那扎尔巴耶夫,七十几年来一直在考虑辞职的问题。 丁小新表示,那扎尔巴耶夫曾透露过自己很欣赏新加坡的模式,李光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辞职总理职务,但是留任内阁资政。 现在那扎尔巴耶夫年事已高,毕竟当总统需要耗费很多的精力,他也许是感到时机成熟了。 不过,那扎尔巴耶夫,仍然会在哈萨克斯坦政坛发挥很重要的作用,毕竟他还有任国家安全委。 元会主席,并且还是祖国党的主席,他依然是哈萨克斯坦的领航者,以确保政权的平稳过渡。 为什么那扎尔巴耶夫会选择这个时间来宣布辞职? 丁小新认为,每年的3月22日,是哈萨克斯坦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,那吴热兹节。 在当地,那吴热兹节堪比中国的春节,那吴热兹汉语为辞久迎新,元旦日,也可以解释为新的一天。 不排除那扎尔巴耶夫,有意在重大节日之前,给哈萨克斯坦带来新的变化。 根据公开资料,那扎尔巴耶夫,于1991年,当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舰总统,从1991年执政后持续连任至今。 丁小新的环球时报记者说,那扎尔巴耶夫从苏林解体前开始算,实际上已经工作了30年。 他领导着哈萨克斯坦,从最艰难的90年代,完成独立建国的历史重任,在新的世纪里,又确保了国家近20年的发展。 哈萨克斯坦目前在中亚各国里已是GDP最强的国家,从30年的快度来看,他确保了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,无疑是一个成功的领导人。 如果用几个词来总结那扎尔巴耶夫的执政,首先是智慧,他是非常有智慧的领导人。 另外就是大视野,他虽然是中亚国家的领导人,但他的视野绝对超出了中亚,他提出过很多有价值的倡议,比如亚信会议。 同时,他也是一位有达气度的领导人,他在俄罗斯与土耳其的矛盾,乌克兰危机,叙利亚问题等地区事务中,发挥了很关键的挑截作用,很受全球领导人的敬重。 丁小新说,那扎尔巴耶夫的突然辞职,会对地区局势乃至中哈关系带来哪些影响? 丁小新认为,首先,哈萨克斯坦总体的外交基本盘不会变,会继续奉行多元平衡的外交策略。 这么多年来,那扎尔巴耶夫的平衡战略做得很好,国际地位很高,不管谁继任,都会延续那扎尔巴耶夫的外交政策,加强跟俄罗斯的战略盟友关系,同时还会和美欧加强合作,同周边国家保值莫连友好合作关系。 就中哈关系来讲,哈萨克斯坦一家会继续发展中哈全面战略和作伙伴关系,双边关系会有平稳的发展。 双边关系,将来 🎵